野球知事家 带你了解棒球场上的大小事 大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即使手背方漏球 但打者还是会被判出局呢 现在来看一下他怎么掉 罗国龙 在一块球之后选择出棒 内野上空的飞球 王胜伟是一队友不用靠过来 但这个球最后落地了 王胜伟没有能够确实的接补 王胜伟这一漏 可把垒上的跑者给骗倒了 其实主审已经比出内野高飞球的手势 不管王拔有没有把球接进手套 打者都确定出局 而原先在二垒上的唐兆亭 看球落地 以为是强迫进垒的状况 最后被触杀在三垒前 在无人出局或一人出局 跑类员攻占一二垒或满类的情况下 打者集出高飞球 裁判可以自行认定 是否属于内野飞球 若这颗球可以成为出局数的时候 裁判就可以先判定打者出局 这种情况就叫做内野高飞必死球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守备方 故意漏接制造双杀 所以只要裁判判定为 内野高飞必死球的时候 后就算球漏接 还是会依照一般飞球接杀的情况出局 王胜伟这一次到底是真的不小心漏接 还是要骗垒上的唐兆亭呢 就交给球迷自己想象咯 野球知识家 我们下集再见